金木水果土啊 它不是它在外啊 它是外啊 这是内啊 这个是内 它们也有归啊 它们也有归类 比方讲把腹归 昆马归于土 把它归于土 把钱归于火 也是有这样归 可是正式的金木水果土的时候 是讲这五个 这是皮 所以八卦拳这个知识啊 心未同练 我这边再讲一下 这个也是只有八卦拳研究到这个 为什么这个知识这样子练 它跟这个器官 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摆放方式 是有关的 胃在我们身体 脾胃在我们身体里面 是怎么放的 恨的 不是恨的 我说方式 悬吊式的 它是不是悬吊的 心也是悬吊的 心是不是也是悬吊的 所以它在练的时候 是由什么 由上牵引 由上牵引 让它 它是一个悬吊东西 让它产生这种变化 懂得吗 它两个都是悬吊的 肺是什么反应的 肺就是 其实肺就是放在肋骨里面 气管没有办法调准它 它太大了 是不是 肺是像两边开 它很大的 它很大的 所以肺需要什么 肺是开盒 肺是开盒 是不是我们在吸跟吐的时候 肺的动作是开盒 所以你在练这个的时候 它就是走的开盒 是不是 而肺主要是什么 像两边的 肺的动作像两边之外 也有前后 也有上下 你吸到上面去 它就是往上 你吸到肺的下叶 它就是往下的 你往背吸 它就是往背去扩张的 你往前吸 它就是往胸来扩张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肺是这个 肝呢 肝也很大 是不是这样子 肝也不是悬吊的 也不是 它就是摆在那很大的 可是它需要什么 肝的动作需要什么 肝属木 肝需要的跟树一样 它需要的是空间 它需要的是生长的空间 运动的空间 但是它的位置 位置对它很不利 为什么 因为它上面有肋骨 上面有位 所以大部分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那个肝是被从上往下压住 压住 所以当在练肝的时候 那个姿势是帮助 给肝一个更大的空间 肾 肾呢 很特殊的是肾 肾的摆放的方式是这个样子 它在侧面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所以肾的运动 肾在身体里面的运动是什么 祈福 它是这样子 肾当我们没有精神的时候 肾是往上浮 这样子的时候 肾是往上浮的 所以在练肾的时候 它是帮助把肾往下沉 让它稳 肾是沉下去 它才稳定 所以我们讲的踏腰踏腰 很多人在解释踏腰 到底是踏什么地方 是什么动作在踏腰 很多种说法 可是踏要重要的是让肾脏稳定 踏是由上往下满 踏的力量是从上往下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姿势在做的时候 是力量从上往下 下去 让它稳定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脏 每一个脏腑 外事跟什么有关系 外事是跟头 我们所谓的头是肩以上是头 肩以上是头 背是哪里 翻过来 这个以上是头 所以头并不光是这里 头是这个以上 肩以上 肩胛骨这个范围是背 这个范围是背 这里是腰 腰不是指的这里 我们的腰不是指这里 腰是腰肌的这一块 横隔膜 你看这肩胛骨 是不是下来 横隔膜到这里 是不是 肩胛骨以下的就是属背 腹就是前面的 上腹跟下腹 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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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外事长的动作的姿态跟力量 跟那个部位的肌肉走向 跟刚才讲的筋脉走向 有有有有有有关 懂得吗 所以他的动作是这样子设计的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练到这些部位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动作 他才可以练练到是因为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从众多的武术动作当中挑出这八个 而符合每一个要要要要要件 对不对 符合刚才讲的每一个要要要件 对内跟对外养生跟打打斗 跟符合符合八卦之理 太困难了 太困难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能让这个东西失传 懂得吗 我们打不过别人没关系 这个东西不能丢掉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养生系统 补助系统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好 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 我叫做自己的主动式的 是主动式的养生 你自己帮你自己去调整 你自己帮你 当我们自己晓得了以后 我们自己能够调整了以后 你就是半个医生 你就会帮别人调整了 懂得吗 你看你要不要走这一行 中国的这些东西都是推己及人的 我对自己了解多少 我可以帮别人多少 不是从书本学来的知识 不是用书本的知识去帮助别人 是从我自己练的 我对自己的了解当中 根据这个去帮助别人 所以这是一个主动式的 一个主动式的健康法 那对女孩子来讲 你们学了以后去搞 以前我写过一几篇 叫做内在美容法 内在美容法 什么原因 对身体来讲 新竹什么 新竹什么 新竹血脉 是不是 所以血脉通畅 脸色是不是就红 红润 脸色就红润 肺竹什么 不是吗 皮毛 肺竹皮毛 你的肺健康了 肺通顺了 你的皮肤就华华 华润嘛 是不是就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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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 你身體柔軟有彈性 肝還是什麼 比方講你要擦那個指甲 對嘛 健康了你的肝健康了 指甲自然漂亮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頭髮是什麼 血之魚嘛 是不是就是心 心嘛 是這樣子 所以你這幾個健康以後 裡面健康從裡面 患發出來的 在中國的 中國的這個系統的觀念 是每一個五行裡面 每一個 它不是那個脹氣而已 它是那個系統 它指的是那個系統 每一個都是一棵樹 都是一棵樹 身體是由這五大棵樹 組合而成的 知道的嗎 皮皮是什麼 皮皮組什麼 皮組雞肉 皮組肉 所以皮強了 你的肉有彈彈彈性 是不是這樣子 看 看起來 富滿有彈性 一方講皮這個樹生長出來 它是屬於肌肉的這個系統 跟肌肉相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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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每一個它是五棵樹各自長出來組合成這個生羽 所以真正的要漂亮真正的要外面看起來美好 是裡面要強這個樹要強 樹的根要強它發展發出來的就漂亮 好的嗎 這是這樣的觀念 那道家再講的全一點它是每一個宮有一個神 每一個帳有一個神 因為它是分別的系統 一個帳有一個神住 你這個帳不安定的話 你這個帳不健康這個神他不會來住 他不會來住 所以比方講乾腸魂 乾腸魂是不是 乾不好的話魂就不會再乾 你就睡覺就睡不安穩 是不是心藏什麼 心藏神 心思太亂 你的心一天到晚神就不會在 心能夠定 健康那個神就會回家來住 皮主 皮主什麼 皮主意 是不是這樣子 思緒 你的胃不健康 胃不健康思緒就亂 那現在反過來你的思緒亂 就會影響到你的消化系統 是不是這樣子 肺腸什麼 肺腸什麼 那是情緒 肺腸破破 是不是 肺不健康的人沒有破 破力 我常講 馬英九看起來喜歡運動 可是你看他的肺 他的肺沒有發展出來 這個人沒脫離 你看好國村那個 你們那個軍 好國村那個肺在這邊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肺 肺越強壮 你看現在的川川川川川 是不是 這都跟 那是跟情治 腎腸什麼 腎腸智 是不是這樣子 腎衰弱的話 這個人不容易有一個固定的目標 他不能堅持去做 所以中國的這個五行的東西 五臟的東西 牽涉著身體的跟心靈的 那個關係太大了 所以練八卦這個 這個八母掌的時候 你練下去 每個人 我以前教的 每個人有不同的反應 每個人有不一樣的反應 身體的反應跟情緒的反應 以前英國一個學生 一練心掌就哭 他就哭 他一走 他走掌就很容易哭 就是他會把我們裡面的東西 掉出來 因為當我們走掌的時候 你跟裡面通的時候 他是八卦拳講究什麼 講究順通平衡 他只要練到順通平衡 而人要健康也是 不管是心跟身 要達到順通平衡 順通才能平衡嘛 是不是 同樣的平衡才能順通嘛 那 那我們的情緒跟身體 因為會累累積東西 比方情緒上面你不敢表達 有憤怒不敢發現 有悲傷不敢發現 他就在身體裡面累積起來 累積起來就影響到順通 就是這樣子 那練這個東西 那個姿勢幫你開開 比方你們練心的時候 我一定要 要你們開開開嘛 當心的能量流動的時候 你壓抑在心的部分的情緒 會出來 或者在那個部位累積的 血管裡面 或者神經上面 或哪邊 累積的東西 會被慢慢清理掉 所以八母掌在走的時候 走掌 八母掌在走的時候 是讓我們的身體 內循環 內部的東西 達到一個順通平衡 不斷在流動 不斷在流動 那我們什麼東西 會被清出來 我們不曉得 但是你走八母掌 絕對不會得什麼憂鬱症 不會 也不會有那種情 情緒上面的 情緒的壓抑 知道了嗎 所以今天大概跟你們講 講一下這個 你進入到阿母掌了 要聊 了解他 你們有帶筆記 或什麼的話 去把它抄 抄一下 去曉得一下 這個要記 這要記熟的 這要記熟的 啊 這要記熟的